最近由陈强恩和陈晓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独孤皇后》正在火爆热播 由陈强恩饰演的独孤佳罗从小变天资聪明美貌更人 杨坚对其更是一见钟情 但是独孤佳罗却向其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便是要求杨坚这一生必须只娶她一人为妻 心中不能装着别人 毕竟她独孤佳罗是不能与其他女人共享丈夫的 这让小变不得不佩服佳罗的勇气 毕竟在那个男权时代 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更主要说一代帝王了 不过令小变没有想到的是 杨坚听完独孤佳罗的要求后 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告诉佳罗 他这一辈子有她一人足以 大家都知道杨坚与佳罗一生共有十个子女 在其登基之后 掌女杨丽华被封为公主 掌子杨勇被封为公公太子 杨丽华作为掌女从小在家罗的精心呵护下长大 不仅长相俏丽 而且才华横溢 但后来家族的利益 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羽文云 但不曾想封后的杨丽华受尽百般虐待 女文云对其非打即骂 不仅如此 她还同时策立了五位皇后 根本不把杨丽华放在眼里 更为严重的是她还想直接刺死杨丽华 幸好家罗竟跟柯侯求情 才保住女儿的性命 因为奉誉过度 女文云暴毙而亡 皇位虚未以待 杨丽华本想着这次普遇子终于到头了 身为皇后的自然而然的将会坐上太后的位置 但不曾想 阿史纳送将皇位陕位与她的父亲杨坚 刚开始杨坚本不愿意 但在加罗的建立下 她最终登基冲地 而这深深地触动了杨丽华 她心中对加罗产生怨恨 要不是她自己也不会从太后人为公主 因此她大哭大闹 加罗无奈将其求计 但毕竟身为母亲的加罗 依然放不下对女儿的思念 于是便每月前来看望 在其门前看她诉说外面发生的事情 但杨丽华久久不愿释怀 直到加罗去世她才肯然醒悟 可惜为时已晚 加罗临终前依然放不下对女儿的思念 她认为是自己推欠杨丽华太多 最终带着自责离去 而杨丽华听闻母亲即将认识 她也匆忙赶来 但只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她悔恨自己没有早点醒悟 而这也成为了她一生的遗憾 只可惜母女情深 到从来却都留下了遗憾 令人心疼不理 令人心疼不理